什么是氮肥? 氮肥是指以氮为主要成分,适于土壤,可提供植物氮素营养的单元肥料,也是世界化肥生产和使用量最大的肥料品种。 暗含氮集团可分为氨泰氮肥、氟泰氮肥、氟氨泰氮肥、氙氨泰氮肥。 氮肥可以促进农作物精和叶的生长,提高作物产量,改善农产品质量等,但氮肥过多会导致植物组织柔软,经叶涂长,容易受病虫侵害,降低植物的耐寒能力。 氮肥过少会使植株矮小,叶片黄绿,生长缓慢,不能开花。 现在普遍使用的氮肥主要是尿素,尿素是有机态氮肥。 经过土壤中的尿酶反应,水解成碳酸案或碳酸氢案后,才能被作物吸收利用。